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我们也当作是一个 全新的年度大戏 要来制作 近海狼烟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这次 其实做了很多的投入 在两个空间 做不一样的演出 同一个剧情 它可能会有 不一样的呈现风貌 然后随着场地的不同 在做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可以透过导演的结合 做新的诠释 那么在两个场地 因为大南门跟 延平俊王池 有不一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又呈现了 不一样的风貌 以往我们布袋戏 可以呈现的可能是 导演兼主演 一个人就是要 有两种角色 两种功能 可是我们现在的剧 其实要求的越来越多 要呈现的样貌也越来越复杂 可是往往到 现代要求越来越复杂的 演出模式 其实对导演兼主演来说 它不再是一个独有的意识 而是一种 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以往我们在呈现布袋戏 可能是五分间十分间的问题 那可能就是一张布幕 就呈现一个背景 你所看到的剧可能是 是走走停停的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空间 然后忽然间 它到了船上 然后画面又拉出来 又变成你看到船跟船上的人 那这些不一样的呈现 我相信这个在布袋戏来说 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那我们这次透过了 结合电玩音乐的音乐家 来帮我们设计一些剧中 有关于我们需要用到的配乐 所以在外台戏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要求这些细节 其实相对造就的压力跟成本 其实非常大 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全新样貌 而且有无限可能的附带戏 欢迎大家 做回来看起 用行动支持我们的 虎城传奇 近海狼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